Leo聊世紀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波蘭人對上凶人 這場比賽是天地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藍方式選擇了波蘭人 波蘭人最大的特色是這個大莊園 在旁邊撒農田的時候 會獲得立即8%的食物 那波蘭人的一個打法 是比較偏向於騎兵打法的 雖然騎兵沒有傷及馬鎧 但是他有這個六者騎士 還有這個金冠大洛馬 可以讓洛馬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所以到後期沒有黃金的情況下 這個洛馬是非常強悍的 那波蘭人本身也是全能型的文明 雖然他看起來有些科技是缺乏的 但是他的弓兵線是有拇指環的 也有強怒 所以基本上弓兵是能打的 弓兵的鎧甲其實沒那麼重要 基本上前面一直有漏盾 這個大洛馬去扛的話 應該就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波蘭人的步兵 是比較適合打這個戰錘兵的部分 那戰錘兵的話也是有三防 而且遠防高達6 而且血量超級多 以同等價位的步兵來說 是非常好用的坦克步兵單位 但是對於駱駝的破防效果 實際沒那麼好 但也還好 凶人來說的話 他的本身的打法 是比較偏向於打這個馬弓路線 所以這場戰錘兵的出現可能性 會比較偏低一點點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方凶人 那凶人最大的特色是他這個 八折馬弓 那城堡時代是九折 所以有一些玩家們 也會在城堡時代 就開始打這個馬弓路線 那馬弓路線 九折其實好像沒有那麼有感 到地獄時代打馬弓 可能會比較適合一點 那修羅倫本身也是有一個 那個叫什麼? 遊俠路線 後期可以打遊俠 配上這個駱駝 或是打這個打拉漢騎兵 打拉漢騎兵是他的城堡單位 算是騎馬版的劍兵勇士 這樣想就可以了 而且他也不太需要升級 可以立即使用 但是如果真的要打騎兵路線的話 還是比較建議升級遊俠 因為打拉漢騎兵的攻擊力 並沒有像遊俠那麼好 那有點像是傭兵一樣存在吧 這個打拉漢騎兵 這個性子有點像傭兵 那修羅倫本身也是不需要去蓋房子的關係 所以前期會擠100木頭 但是後續省下來的木頭 還有建造房屋的這個時間 可以讓他省下非常多的資源 轉出更大的這個資源量 或是經濟出來 這都算是修羅倫的一個小小的一個加成 那我們先來看他地圖 地圖的部分 修羅這邊果子在前方 上方是金礦處 上來有野金 野金也在後方 兩塊附金都在一個還不錯的位置 但這個下面是有點危險的 地圖來說這個有點遠 這個第二塊木區偏的 真的是超遠的 不知道為什麼 MBL的地圖其實超差的 這個可能只有20分吧 二三十分的那種 好來看一下哈爾特 哈爾特這邊大眾園補下了 好看一下金礦在後方 嚴格上來講哈爾特的地圖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的木區這裡也沒有離得太遠 那上方大眾園的果子也在偏後面 沒有在前方 石頭在前方還算能接受 因為開地上的承認中心 可以考慮開在這個位置 順便挖石頭 目前看起來 MBL的地圖來說是比較爛的 那波爛的話至少還有40分左右 450分還不到合格 沒有合格最大的原因 是因為他沒有三片木區 還有這個圍的方面 要圍很大圍才可以圍得好 你們看這邊小圍 這邊小圍要圍得非常多資源 這樣子圍過來也是要大量資源 然後這邊小圍也是要這樣圍過來 所以為什麼沒有合格的原因 就是因為要小圍的話也不太好防守 還是很多漏洞的 甚至也要花大筆的資源 跟這個建築工去建築 所以不太建議這張地圖去直接小圍 小圍圍死 反正小圍就是稍微圍一下 然後用其他地方 會有漏洞的地方直接大圍起來 會比較好一點 好 我們稍微加速一下下 這邊看到兩邊已經升到了封建十代 OK 波蘭人 目前看起來這場的對局 波蘭人可能前期會打一個 騎士 轉弓兵的路線 也有可能直接打強弩啦 因為馬攻嘛 馬攻單位其實蠻怕 戰毛兵跟弓兵的 所以波蘭人這邊封建十代 打騎兵路線可能頂多打個刺猴 然後直接轉弓兵 比較能夠銜接上兇奴的馬攻策略 兇奴這邊則是可以先打刺猴開 然後後面再配上馬攻路線會比較好 可能可以打個單刺猴 然後上城堡斯大概初期 打個騎士暴之類的 城堡斯大概初期 騎士暴 然後後面3TC開龍轉馬攻 可能會更適合匈奴這個玩法吧 稍微看一下兩邊的一個選擇 是兩邊都打刺猴開局 那兇人這邊對上波蘭打刺猴 其實優勢是算小小的 不錯的 這邊開錯 那主要是因為兇人在這個階段裡 可以先迅速撒農田 看到這邊已經撒了四片田 波蘭這邊只能撒一片農田 這就是一個小小缺點 波蘭這邊房子蓋的蠻多 應該是不會卡人口 按了三隻槍兵 哇 恩比爾按了五隻槍兵啊 那我們常常在講喔 這個地圖很爛的時候 就打強軍師就對了 盡可能的把對手兵放在家裡 不出來 那其他地方呢 則是用毛兵跟槍兵做防守就可以了 就也不用圍死啊 用兵盡量去防守 好 那波蘭這邊很聰明的 在家裡的附近 放下一個大中原 那這個大中原的優勢 就可以在這邊撒農田 OK 而且底息的話 就可以立即收村 讓自己的村民不會受到傷害 好 這邊想要去抓殘血的村民 但沒有抓到 MBL這邊還是很努力的 想要去抓到對方村民 好 這邊村民第一時間反擊 然後讓MBL的伺候直接殘血 殘血的村民直接拉到後方喔 而且波蘭的村民還會回血喔 這件事情是不能忘記的 雖然黑暗時代不會回血 但風劍時代開始回血啊 這個能力還是相當好用的 所以波蘭在競技場地圖來說 打這個塔共也是有一定的優勢在的 好 來看一下這邊的一個前期壓制 好 這邊赤頭數量來到了非常多 大概六隻左右 好 只第一時間戳掉殘血的肉馬 OK MBL這邊控兵還是控得很好的 好 但這邊赤頭血有夠殘 如果回去打的話可能會打輸喔 好 這邊村民稍微反擊一下 殘血的肉馬打掉 哇 這一拳 一拳超人打死的赤頭 下方這邊赤頭可能不能打 這個槍兵 唉唷 戳到一下 OK 兩邊控兵控得不錯 好 這時候補下了射箭場 這邊射箭場可能是要處理一下弓兵 開始潛藥 因為他金蛙的有夠多喔 金蛙這麼多的情況下 不需要按個弓兵喔 好像過意不去喔 好 MBL這邊要稍微加速看一下 好 那普蘭這邊蛇是小微了一下下 看來這邊小微喔 還是要花很多資源喔 跟這個伐木工 不是伐木工 建築工去圍家的 而且這邊圍也沒有圍得非常的完美喔 還是會被稍微騷擾到的 只能稍微擋下騎士吧 好 家裡這邊都在槍兵護戳 喔唷 這邊是瞎喪射箭場 後面有補下一個兵工場 OK 想說我怎麼雙射箭場沒有兵工場 去點一擊射 不然再獲防 好 那普蘭這邊點下城堡時代 MBL這邊資源還差一點點 雙射箭場的關係 黃金吃的有點緊 可能要補到11或13人 13人挖技能會比較好 比較能適應後面的騎士 或是彈道雪的一個補充 黃金還是要稍微補一下 好 那普蘭人這邊很標準的 點下城堡時代之後 放下一擊絕境的升級 這邊工兵稍微壓制 但還是還好啦 有小微 這裡沒有小微的話 確實這個大中原喔 真的是農太起來 好 工兵往前 長槍兵往前走 四隻騎士戳爆了一隻刺頭 四隻長槍戳爆了一隻刺頭 講錯 剛剛講什麼東西 最近有點恍神 最近這個直播戰役繁解 但我這個拍影片拍得有點累 所以大家可能有注意到 現在可能有時候是一天影片 有時候一天兩片 有時候會斷斷續續的 主要是因為直播的關係喔 還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問題 好 看一下這邊 第一時間把長槍兵都射死 MBL這邊控兵控得很好 但HOT這邊也是喔 先射掉長槍 這邊回頭 插死了一隻刺頭 刺頭全部倒地 兩邊都只剩下攻兵了 但是HOT還保留一隻刺頭 好 第一時間升到城堡時代的破爛 點下奴賓跟二級射 這裡還補下大學 哇 這邊要急速提速射這個彈道學 這個城堡中心可能不會這麼早下 那這邊可以想一下 破爛要不要不點二級目 然後先去點這個彈道學 還是先點二級目 看來經濟還是大於這個大學 對 彈道學 破爛這邊二級農 也可以找個機會去點一下 因為通常這個時間點 也快要來到第二輪輪根 這個農田的部分 這時候點二級農其實蠻划算的 但這邊可能是想要先點彈道學 再去點二級農 不然你們看這更甜喔 只剩下60個肉而已 24肉 再點二級農的話 剛好可以銜接上 好 果然先點了彈道學 空兵想要投射 沒射到 這邊控了一下 哇 哈爾斯這邊控兵控得很好 好 這邊可能要稍微狗一下喔 不能先出去 好 點下了工兵鎧甲 好 下方的工兵也快到了MBL家裡 但MBL這邊也補了一個彈道學 喔 補得還算是很快的喔 兩邊都是急速提彈道 兩邊都不想要在工兵路線輸給對手 好 這邊農田吃完了 有沒有按下那個禁止農耕 有 OK MBL 不是MBL 哈爾特這邊很聰明喔 這個是玩波蘭的一個細節 就是停止輪耕 不要讓他撒第二輪農田 這樣可以省木頭之外 還可以讓自己不會損失太多的經濟 因為有時候你一直輪耕 會讓混龍會暴露的一個情況 你明明是打工兵 但是農田卻太多 而且沒有開下更多的城鎮中心 讓你一直去耕田喔 沒有足夠多的木頭 可以去開城鎮中心 這是個問題 OKOK 這個是玩的一個小細節 如果有在玩的觀眾應該都知道我在說什麼 這個其實是可以停止輪耕的喔 好 MBL這邊也補下三個城鎮中心 也是要來開農起來了 但是這邊問題是沒有點下二級伐木啊 這有點傷了 好這邊對射低打高還是點射掉了 好 兩邊工兵對打 下方也是偷偷交換 這一桌工兵也是換光光 好 我們這次稍微不下這個速度 看到匈牧這邊也點下了二級的工兵鎧甲 來 工兵皮甲科技 好 那這邊有按一隻騎士喔 通常是預判對手 可能出了奴炮啊 或者是頭子車喔 應該不是要來抓工兵的喔 因為工兵這個時間點射騎士很痛喔 你看 四隻工兵把騎士射成這樣子 拉打就可以這樣子 所以這個騎士喔 單隻兩隻喔 通常不是認真的要出騎士隊打 想要找到對方工兵器而已 好 騎士過來防一下 這邊撞到對手 直接被收掉 兩邊都補下了一級的騎士鎧甲 這個馬凱沒有升級喔 真的是 太容易被打爆了 好 但意外發現喔 兩邊都沒有出工兵器 但MBL有喔 這邊按了一台奴炮在家裡防守 沒有出來而已 那哈特在家裡 有要補嗎 工程器製造所 還沒有要補喔 可能會補在高地的位置喔 這個位置感覺不錯 好 在前線蓋了一個塵針中心 然後地上的塵針中心 果然是放這個位置喔 因為對於破爛人的石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石頭破爛人是可以補一些黃金的 好 對於挖石頭傷經濟這件事情來說 並沒有那麼傷 好 後來這邊點下了輪走技術 哇 這個時間點補得很好 二級農二級母輪走技術 62吋 那大概在八九十吋的時候 再補下這個手推車 經濟會再更好一點 這時候補下了一個修道院 修道院補下之後可以去撿聖物 然後也可以招搶對方騎士 在城堡時代這個時間裡 算是一個蠻好的 反制對方騎士騷擾的手段 好這邊看投車能不能投到 這邊破爛不能失誤喔 這邊一失誤的話 前線可能會倒光 OK 損失一隻奴兵 還可以 騎士砍一發 後面騎士直接補死了奴 騎士 唉唷騎士被射掉之後 用剩下的奴兵跟戰毛兵 直接換掉了投資車 這邊教會很棒 Ambel這邊騎士有點送 這感覺要送光囉 還好 這邊沒有回頭射一發 不然有可能會受的掉 好 那這邊可能還在補一些騎士喔 可以去抓對方的投資車 好 有在補 二級馬卡可能找個機會去補一下會比較好 畢竟對方奴兵喔 傷害也是太高了 好 上方有稍微防守一下 生物的位置 回到這邊 這邊補下了 調望技術 上方 上方這個奴兵想要去拿呢 好 投資車 砸個一發看看 能不能砸到呢 好 好三隻騎士直接出來 黑箱前壓啊 投車 結果投車 黃禍砸一發 散兵散掉 投資車溺死 再砸個一發 砸中了 哇 殘血 這裡哈特極虧啊 好但是又把一隻騎士拉到右方 直接在收掉台投資車還不虧 這樣的交換來說的話還能接受 但是現在弓兵數量其實是輸給對手的 但是由於有配點讚毛兵的關係 對方的奴兵喔 不太敢硬打 這就是為什麼打奴兵要配點讚毛 這個混搭策略喔 對於弓兵互射的時候 其實還是有一定的 防守效果 雖然 殺傷力 進攻來說沒那麼好 但防守來說 混搭是一個不錯的策略 好不然在前方的位置補下一棟Mia Wanta 可能是想要防守下這個 進軍之地喔 這個地方沒有劍塔防守 確實讓MBL可以一直長驅直入 甚至有可能投資車架起來 直接開砸自己的承認中心 算是預防對手砸自己承認中心的一個動作 好這邊農田 被砍了一下 OKMBL這時候補下了一級絕金 二級農 二級木 直接補正 這級經濟落後的一個問題 好那哈特這邊補下了一級絕食 走推車 待會也可以補下了 好 戰貓兵走過來 投資車這邊 這邊不能失誤喔 他現在點手推車 兵力一定輸 而且 這一坨兵是他最後的軍隊了 這一坨軍隊又是被投車砸一發 可能會倒 好投資車過來看一下 欸這邊要控控 完了 剛剛講完就損失一大坨 然後這時候補手推車 又極為風險的一件事情 OK 查一下換掉 哇 但是下方這個投車 直接換光 尷尬了 又省失一台投車 軍力現在極度不夠 好 趕快補個劍塔 防守一下 騎士補下二級馬凱 你看本來要點帝王時代了 被迫要開始出兵防守 這就是為什麼不能送這坨兵喔 這坨兵太重要了 雖然剛只靠那坨兵 感覺也是守不下來 至少可以威和對手 不會一直前壓 好這邊 這邊只是損失一隻村民 還不錯的交換 好 現在有兩台投資車了 這邊投資車 有機會砸到喔 喔 水 兩隻奴兵 打得不錯 好 MBL這邊點下了帝王時代 哇 這邊經濟有夠好 109村 但是也只是小福領先而已 但後面農田一直有在灑 這邊MBL經濟空的還不錯 剛剛木頭點爆了 木頭爆的話就趕快把這個農田 灑更多一些 好 補下了第五個城鎮中心 好 補下了第五個城鎮中心 夠濃 好 這邊開始在補些馬的科技 開始轉出了馬功 馬功 待會還要再補下 安息人戰術 還有化學三級色 還有鑽裝馬功的升級 所以待會電王時代都升級的東西 非常多 肉類也是需要很大量 好 忽然這邊點下了拇指環 待會可能還是要走強奴路線 二級馬卡伊重新補下 欸 剛剛沒有補好嗎 他剛剛取消了 然後去點下地龍時代 好像是耶 OK 我們稍微加速一下下 好 正面這個位置 果然補下一棟城堡 待會上方這裡也可以補一棟 可以稍微控金 MBL最主要這兩個地方 只要有蓋下城堡的話 控圖應該沒什麼問題 下方這邊的話有點太難控了 蓋城堡其實不太好蓋 如果要防守的話 可能就是蓋這個位置而已 這個野石跟金礦 其實會有點難守 好 這邊投資車 打個擊發 讓對方MBL村民不太敢 直接上來硬蓋 這裡要想辦法處理掉投資車 好 雖然升到地龍時代 但是城堡沒有蓋好的關係 這裡補下城堡的 波蘭人 可能會先行比匈奴人 還要找點下巨型頭司機 結果MBL這邊奴兵沒有升強奴 OK 看來是專心走馬攻路線 奴兵只是暫時防守用的而已 OK 看到對方的三台投資車往後退了 趕快過來蓋下城堡 品種補下 三級色化學 波蘭已經慢慢補下一些科技 後方兩隻馬攻在後方騷擾 這波騷擾其實打得還不錯 好 但是由於現在波蘭缺乏機動性單位 只能用生旅跟少量奴兵反制一下這邊的馬攻 下方的馬攻跟戰毛兵跟強奴 不是強奴 奴兵 打了起來 馬攻只能撤退 現在馬攻要打贏有點困難 OK 安血人戰術點下 點下之後這個防禦率就會比波蘭的工兵防禦更高了 奴兵的部分 因為安血人戰術呢 可以加強這個馬攻的防禦 近防陰 遠防惡 而且對強槍兵還有額外增加四攻的傷害 所以安血人戰術對於馬攻文明來說 是蠻重要的一個科技的 好 補下了強奴 波蘭強奴補下還有化學 打光兵線也沒有問題 好 這個投擲車可能會砸掉 好 軍型投擲機出來了 那軍型投擲機 要不要先打城堡還是打對方軍型投擲機這件事情 其實是要看這個文明 像匈奴還有日本 等一下這個彈射器 還有這個布列電的戰狼 還有兇人的命中率加30%的軍型投擲機 都是蠻適合先去攻擊對方的軍型投擲機的 那其他文明的話 我還是比較建議 直接先打城堡會比較好一點 再用火砲去反制對方的軍型投擲機 會比較好一些些 所以兇人來說 只要軍型投擲機沒有離開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只要遇到這個城堡戶頭 或是巨頭在柴子加城堡的時候 可以第一時間用軍型投擲機去反制對方的軍型投擲機 是一個比較好的策略方法 好這邊重裝馬弓也升級好了 攻擊變7加411弓 射程7 遠防4 血量霸死第一血 好感覺波蘭這邊要先轉出重裝騎士 然後攻擊力趕快補 這時候打重裝騎士是好事嗎 我想一下 雖然騎士點下貴族特權之後只要30黃金 比強弩還要省 但是由於沒有三級馬海的關係 其實是很害怕馬弓單位的 尤其是這個蒙古圖技 攻擊力12弓 重裝馬弓可能還好 但是匈奴這邊是8折馬弓 這要出大量馬弓一定是沒問題的 好這邊看到兩台巨頭在拆匈奴的城堡 這邊匈奴的城堡開始在對破爛的軍型投擲機 開始進行反擊 哎唷 砸到力一發 這邊直接用清洗兵上來硬砍掉了 巨型投擲機還不錯 好兩台巨頭出來 想要先拆上方的城堡 巨型投擲機趕快修 換下位置 換位置之後還要再架起來嗎 好強弩效果還不錯 稍微克制一些清洗兵跟馬弓 這邊巨頭決定要換成下方進攻 二級攻補下 破爛這邊點下二級攻 兩邊都在封皇升攻擊力 但破爛這邊肉量其實還是蠻多的 我覺得轉點清洗兵吧 可能大肉馬有點難點 大肉馬要800黃金太困難了 但清洗兵趕快點一下 然後爆一些肉馬出來比較好 當肉盾 當這個強弩跟戰卯的肉盾 畢竟破爛的工兵防禦是比較弱的 看被這個重裝馬弓射到強弩還是有點痛 哇這個騎士數量果然不夠 重裝騎士沒有辦法當起一個很好的坦克位置 連這個戰毛兵也是 遠防只有六的關係 血量35低血 其實是不太好能抵抗重裝馬弓的一個傷害 好 MBL這裡補下了三弓 這邊騎士下去反擊了一下挖金礦村民 後來把騎士拉回來防守 回到正面來看一下 三台巨型投射機開始反擊MBL城堡 上方三個巨頭直接硬炸 能炸掉巨型投射機嗎 哇被砍掉了一台巨頭 這個重裝騎士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巨型投射機被炸掉了一台 正面的巨型投射機也在做反擊 這邊重裝馬弓一直在補了過來 進行在前線反擊 這邊原地開火 突然重裝騎士 還有大量戰毛兵強弩都被射倒了 一直被壓在自家領地裡 重裝馬弓造成傷害是非常誇張 好但雖然不夠多 可能要退一下 上方巨型投射機還在輸出 唉唷很準 這個命中率加30% 真的很有感 好這邊又有一個殘血了完蛋 重裝馬弓繼續輸出 巨型投射機可能會爆 哇 砸掉了 剩下兩台 上面還有兩台巨頭 能夠順利收掉頗懶的 巨型投射機嗎 強弩加上重裝 騎士 還有戰毛兵 這個組合難道打不贏 MBL的兇人嗎 就往這邊爆出了更多的輕騎兵出來 哈特這邊居然打出了GG 哇出了90隻的強武 居然對不贏100隻的馬弓騎兵 太慘了太慘了 上方這棟城堡感覺也不妙 好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應該是 凶人這邊會贏吧 肉量破爛可能有點機會 好看一下喔 因為凶人這邊村民術比較多 好這邊果然凶人拿下了 我靠食物居然輸欸 波爛這邊食物輸給凶人 凶人這邊食物產量快到2萬6 黃金有1萬4 石頭只是3000 是生物才剛撿到而已 木頭也只是少量贏了幾百而已喔 哇沒有想到這邊兩邊經濟看起來 凶人是後面有點落後的感覺 確實贏了喔 你看在MBL二級農二級木 是比較晚點下的喔 凶人這個波爛則是在22分就點了 這個時間差距差了12分鐘 居然還是輸了 那我覺得最主要原因喔 是因為這邊經濟差距喔 已經又搭出來了喔 這邊是5個城鎮中心 在開始量產村民喔 村民總數喔 一度快來到150村民喔 而且這邊波爛人喔 沒有一直按村民喔 來到120村就停下來了 經濟沒有再繼續補 稍微可惜了一點點 那我覺得波爛最大的一個問題喔 可能是人口上喔 一直沒有追上去的關係吧 可能村民正是要到140村吧 應該這個人口數一直沒有補到最滿喔 也有可能是波爛這邊 覺得自己沒有機會喔 所以有點半放棄狀態喔 所以沒有一直補村民喔 不然其實喔 他村民再繼續補下去 這些資源量喔 還是可以用這個大肉麻喔 打後期的喔 當然可能哈特之前不想打嘛 不然我覺得他還是很有機會喔 因為最近哈特喔 最近分數一直在往上表 近來到2800分了 NBL只是從2800降到2600 有點分數互換的感覺喔 喔 我覺得波爛人 後期真的還是需要打這個大肉麻喔 打這個重裝騎士到地後喔 效果就真的沒那麼好 地初可能還可以用一下喔 到地後喔 可能大肉麻還是比較亮眼一點點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